美国税改计划通过可能预阻 市场敏感性加大 而鹰派代表泰勒又呈美联储下任主席热门人选 金价撑压走弱 三 欧赢决议和美国GDP将出炉 市场获趋于观望 珠三亚市现货黄金小幅走弱 目前震荡交投于每盎司1274美元附近 近期因美国两党在税改上产生的分歧 以及鹰派候选人泰勒或最终当选美联储主席的传言 而使得金价波动较大 不过股市强劲地缘政治局势趋于平静 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必先情绪 但在欧洲央行决议和美国三季度GDP数据出炉前 市场获趋于观望 市场目前对税改的乐观情绪降温 因之前CNBC援引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的一位助理的话报道称 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可能不会支持共和党的税改议案 美元指数一度快速跳水 有涨转跌 金价也是冲高后回落 这样也反映了税改的影响力重大 市场的敏感性极高 税改前景或将影响美元和黄金 近期走势的关键因素 美国参议院斯克德投出了一颗重爆炸弹 他表示 特朗普在与共和党籍参议员聚餐的时候 让他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表达对美联储下任主席的立场 结果显示 鹰派代表泰勒获得了最高的支持度 自前立场偏割的鲍威尔是最热门的人选 但突然之间泰勒又似乎胜券在握 美元再度收复失地 短短半小时的时间 美元指数上扬近百点拉锯战 金价也因此快速回落 综合而言 美联储主席人权揭晓在即 市场短期波动 在结果公布前仍随时可能加剧 但美国美联储选择了一位鹰派候选人 金价非常可能承受新的压力 日内投资者重点关注欧洲央行决议 目前市场主流观点预期 欧洲央行可能宣布 明年1月开始将每月购债规模 由600亿欧元缩减至400亿欧元 同时将期限延长9个月 目前的不确定性在于 部分分析师预计Q1将仅延长6个月 而了解ECB会议前 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 已经就每个月购买250亿至400亿欧元债券 进行了讨论 北京时间10点37分 现货黄金报 每盎司1274.52美元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